新北市中和景和运动公园停车场 原定112年12月完工 后来因为地下电缆搬迁 以及配合景和高中考试而延宕 附近居民都很关心停车场何时可以完工 对此新北市交通局表示 工程已经细部收尾阶段 预计9月底是营运 运动场尚未开放 已经有学生等不及来打棒球 这里是新北市中和景和运动公园 地面结合地下停车场工程 111年初举行开工典礼 历经两年半的时间 完工启用倒数计时 综合景和运动公园地下停车场的部分 我们已经在5月已经报军完工 那现在目前在申请使用执照 那后续我们也是在做初步的验收 正式的验收 以及秦岭水电的作业 那我们预计就是在9月中下旬 9月底前我们来做这个市营运 跟正式的这个器用的这个 让民众能够适用 景和运动公园临近国民运动中心 距离双合意愿200公尺 检运万大县也只要5分钟 考量停车需求量大 因此规划新建停车场 共规划有地上一层 地下两层空间 可提供541格的汽车格 是综合最大规模的 全智慧化绿色停车场 包括就是车牌辨识系统 那智慧巡车系统 车会在习系统 那车道汇车显示系统 另外我们缴汇也是 就是多元支付来做这个进行 所以民众只要从这个进场 一直到停车 以及要最后的离场 都可以使用相关的一些 智慧停车设备 景和运动公园停车场 启用前也传出了好消息 荣获国家卓越建设奖 规划设计类的金纸奖 有别于传统旧有的设计 地下停车场处处有巧思 它就是利用一个 大面积的这个通风采光 那自然的引进阳光空气 然后还有这个滤井的部分 让停车场内一个 自动的产生一个自动的对流 平面停车场的部分 则打破以前的封闭感 将停车场公园化 开拓多条路径 将运动场跟景和路串联起来 完工以后的全新样貌 值得期待 开拓多条路径